第三棒 来自马来西亚 他的封号是大马的邓丽君 曾经参加萤火虫之歌 此举创作大赛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这位魔王一名惊人请出声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人看在床房里 诶 诶 注意哦 他可是正殿之宝 掌声欢迎大马邓丽君 张诗丽出榜 今天起 大家好 诶 他真的是正殿之宝诶 听说你没有在那家唱之后 那家就倒了哦 呃 不是我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我的同事 哦 两个一起就对了 哦 好厉害哦 呀 为什么会特别 这么喜欢唱邓丽君的歌 呃 不是 不是我喜欢 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听他的歌 对 OK 所以就很多人点 对不对 美丽姐我可能必须要补充说明呢 为什么他会是正殿之宝 你知道张诗丽小姐呢 她每一天在餐厅铸唱 一天的小费收入超过台币2万块钱 小费而已 一天的小费超过2万块 也就是他一个月光是小费收入就60万 啊 你看他多受欢迎 我们唱赢只有5000啊 不好意思 也是台币 也不是美金 重点不是那5000 重点是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是 这些魔王真的不是看前来的 对不对 真的 对台语歌呢 的一个热情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是 问一下 你今天准备什么歌 黄昏的故乡 呃 在异乡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我来之前 我也是离开家里很久了 一路走来 就是一个人孤孤单单 但是我 就是想着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我的家里 我家里的 那个黄昏的阳光 嗯 所以我就先唱这首歌 黄昏的故乡的心情 对啊 是给我的家里的 爸爸妈妈 OK 来掌声欢迎两位